嘉義市警方在昨天上午 3月4號上午的時候 大概接近中午的時分 那我們在執行巡邏勤務的時候 發現有一輛白色的自小客 在路邊有冒煙 本來是要過去協助救援 但是當我們使勁發現 並沒有車輛故障 反而是有人在那邊吸毒 那我們立即上前盤查 那當場查獲那個毒品 並且以現情況逮捕 那毒品的數量也非常的多 有大概達到那個毛重5260公克 那目前 反而會依那個販賣 販賣毒品罪錢來以送地檢處法辦